目前就一個一個的輸入 OK 可是如果 像同學是貼很多個資料 那不OK 要用別的方法 目前就一個 比如說我今天 再輸入的話 比如說我剛剛輸入這個應該OK 100萬 但是要刪掉 我希望 Delete他 他可以把後面也全部Delete 那這個地方的話呢 你必須要判斷 判斷什麼呢 判斷如果他裡面是空的 如果這個裡面是空的 那我怎麼判斷呢 就是第一個先判斷 當然我一定是先這個先進來了嘛 這有點像關卡 第一關進來 第二關我再做一個判斷 不過習慣上如果第二關會按一個TAB IF 第二個是判斷什麼呢 他那個儲存格裡面的資料是不是空的 那是不是空的我習慣用VBA裡面的函數 點 IS 開頭的話 他這邊就會 IS什麼呢 他是不是array 他剛剛同學問的問題 他如果是一個貼很多筆 他就是array 如果他是array 你就用array的方式處理 但是不是 那就是 處理一筆就好了 OK 所以這個啦 因為我們要判斷他是不是空的 所以他有一個 IS EMPTH 這個也蠻重要啦 因為你會發現 IS很多 ISDATE 是不是日期 是不是錯誤 還有什麼 是不是 數字 NUMERIC 很多IS開頭 IS OBJECT 常用的也許就是 ISEMPTH EMPTH 然後呢 刮鬍之後判斷他資料 Targets 裡面的value 他裡面的值 所以要多選一個Target裡面的值 點value 如果呢 他裡面的value 是空的 then 做什麼呢 就把它清空 所以先打 else 反之呢 才是去做 下面的事情 就這一些 那endif 所以這邊的話呢 endif 多一個空格 那習慣上 在if跟else裡面的東西 會多加一個縮排 然後呢 is empty的話 就是把它清空 清空的話呢 就是怎麼樣 把這些東西 再複製一個在上面好了 然後呢 記得就是把這邊 拿掉就好了 空的嘛 有沒有 這個就是清空 當然你也可以用range 那個範圍裡面的資料清空 不過我覺得這樣寫會比較簡單 OK 寫法很多種 這種比較簡單 所以你會發現 其實寫程式 真的不用寫快 一次對的就好了 我發現有同學 就是寫亂寫一堆 然後 浪費時間 對了就對了 好 寫完之後呢 我們來看一下能不能work 寫完了 來 如果刪掉它 有沒有 輸入資料 OK了 所以 表示沒有問題 至於說 如果 像剛剛同學貼上一個範圍 請你用is array 判斷一下 至於怎麼寫 可以先回去想想看 我們 不要每次都變成 問題都是老師幫你們解 那老師每次都是 做解答 這也沒錯啦 只是說你們還要經過 找答案思考 思考 跟找答案 如果不行 老師再解惑 我覺得這樣比較OK啦 請各位試一下 今天的部分 主要就是 把那個 我們一些常用檢視 自己參照函數 再到VBA裡面的方法 裡面最重要我覺得 名稱定義 配合VBA 再來就是說 用輸入資料 自己帶出資料 這個部分還蠻好用的 回去可以試做看看 把畫面先還給各位一下 這些流程 今天每個公司都會需要 而且每個公司都有需要 有專門的人幫忙 處理這些事情 為什麼 因為 如果有人幫忙做自動帶出資料的 這些 工作的話 後面很多 其他人都方便了 做事情的話 直接填一填 資料全部帶出來了 效率就自然提高了 OK 今天我們就先 講到這個檢視與參照 下一個禮拜的話 還有其他的 範例題 會再用到index 跟indirect index 跟index index 這些都蠻好用的 不過我覺得 最後還是VBA比較好用 你想說 老師你幹嘛 那全部講VBA就好了 我也是這麼想 不過我以前是發現 直接講VBA 真的 大部分同學 還是 會卡住 因為還是太難了 所以為什麼會先講 函數再講VBA 因為你們感覺 知道了 因為函數畢竟還是比較簡單 再來講 VBA 你會 更能夠銜接的上 今天先到這邊 我想 回去 一定還是要 多動手 多實作